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大众一边 率部参加 并参与领导了南昌习议 担任习议军总指挥 1936年7月 根据中央指示 红二 六军团在甘子组成红二方面军和农任总指挥 抗日战争开始后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农任八路军第120师师长 1937年9月 率师主力东渡黄河 挺进敌后 配合国民党军队 跟日军发起新口战役 取得了燕门伏击战等胜利 1940年 可隆率部返回晋西北 担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 和晋西北军区自令员领导晋西北军民 粉碎了日军多次扫荡 指挥晋随军民 把敌人挤出去 使晋随根距地不断扩大的总部 后转入晋西北管层山区 率部粉碎日军队晋西北的进攻 接连收复可兰 武寨等七座县城 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距地 不过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 八路军120师与其他两个师相比 无论战斗业绩 根距地面积还是部队的扩充发展数量 都不如八路军的其他两个师 贺龙在1942年被中央调回延安 担任陕甘明进随联防军司令员 展开全文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早在四年前的1938年底 贺龙奉命率部挺进冀中 任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 指挥第120师和八路军 第三纵队转战继中平原 先后在大乔村 曹家庄 行家庄 黑马张庄 四战四截 1939年4月下旬 日军第27师团第三连队吉田大队八百多人 携带山炮两门 机枪四挺 制弹筒四具 还有几十辆装满弹药的大车 进行游击性扫荡 寻找八路军主力作战 贺龙得到情报后认为 这一代八路军集中了七个团的兵力 六千多兵力 他一个大队有 使孤军深入 能够吃得下来 他下决心抓住这本难得的机会 在这方圆140余平方公里的地域内 打一场歼灭战 经过三昼夜连续作战 在数次阵地交换的激烈战斗中 虽然歼灭七百余日军 却让吉田带着一百多名日军 从层层包围圈中脱逃回去 这一场战斗 八路军伤亡近二千人 贺龙本人也在战斗中 由于日本人使用毒气弹而负伤 在三年解放战争中 一个曾被蒋介石出十万大洋满溪头颅那贺龙 却悄无声息 激战的战场上已经看不见他的身影了 人们甚至不知道他身在何处 其实 在解放战争开始后 贺龙奉命协助彭德怀组织指挥西北战场部队 并主持后方根据地的建设 负责陕干明和进随的财经工作 他积极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土地改革 集中边区的人力 物力 财力支援前线部队作战 为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 做出了重要贡献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